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今天三大报头条都是陆军飞观老乃城 维记带着亲友登上阿帕契案的相关报道 了解完报纸头条再来看到 清明节廉价今天是最后一天 高工局预估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将是北返的尖峰 而其实北返车潮从昨天就开始了 尤其是国道五号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还是塞成了停车场 本上车辆一涌而上 下午两点过后 国道一号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几个平井路段都开始大塞车 二高的南投路段车速也剩不到30公里 已经连塞三天的国道五号 下午也像这样 北上车辆一路排到台九线 恐怕得塞到晚上11点 原本可能它不符合高承载管制的标准 那么就是在八点过后来北上使用过 所以也有可能整个北返的车潮 持续到11点过后 三点到八点国道五号 北上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因此不满三人的小客车都得延后上路 怕会塞在路上 高公局建议计划北返的民众可以延后到六号的上午再上路 尤其是明天上午来讲的话 应该是北上算是还是比较离风的 所以我们是这个建议用人可以多利用这个时段来北上 高公局表示五号高速公路的车辆数 渴望达到七名廉价的最高峰 六号是假期最后一天 相较之下北返车潮反而比较少 不过下午几个瓶颈路段还是会比较拥塞 记者林郑武郭俊林台北报道